事故現場一輛貨櫃車和小轎車撞成一團 貨櫃車行經國道一號撞上了邊坡護欄 翻落下方道路 當場砸中行經的轎車 救護人員到場 將貨櫃車及轎車駕駛救出 分別送以急救 到現場的時候 小轎車駕駛已經就是出來了 就是剩大貨車駕駛還在車上 他是壓著嗎 他沒有壓著 他就是躺在副駕 警方接貨 在那個實踐路二三五項 那個寒洞下 那有國道的那個大貨車 然後因為不明原因墜落 然後壓回一部自小客車 那駕駛 駕駛雙方都是男性 這起車禍發生在14號晚間8點4分左右 一輛貨櫃車行經國道一號 南下7公里處 突然失控撞上護欄 翻落到基隆的平面道路 實踐路上 本分局到場之後 實施現場交通封鎖管制 指引用路人改道 然後後續請脫掉車 來一致現場 排除現場 救車駕駛受到嚴重驚嚇 不過一時清楚 生命跡象穩定 至於造勢的貨櫃車駕駛 則是陷入昏迷 這起交通事故 一步迎半連結車 不明原因衝破護欄 摔至平面道路 押到路過的小客車 請銷到場後 大車駕駛送家戶病房 目前住院觀察 腳車輕傷無大礙 雙方駕駛九對子均為零 詳細造勢經過的原因 警方後續還需調查 事故道路兩側 警方實施交通管制 指揮用路人改道 國道公路警察局後續也將調查 釐清車禍的發生原因 記者黃紹明金融報導